樓市低迷 許家印豪宅 綠折求秀 不復立場案定罪 林兆彤 提上訴 全球法治指數出爐 港多項評分下跌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黎文 10月24日 星期四 恆大近年陷入債務危機 創辦人許家印持有三間山頂大宅 近兩年已被銀主息數接管 不過其中兩座豪宅在大幅打六折的情況下 至今仍未找到買家 恆大創辦人許家印於2010年購入上述 香港豪宅 包括C座、E座 以及面積5,171平方尺的B座 合計25億元在恆大陷入周轉危機後 許家印為緩解現今周轉短缺 於2021年將C座和E座增壓給歐力士亞洲 已獲得8.21億元的貸款 至於B座大宅在2022年10月底壓給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作為過期未付債券寬限 並於今年5月以4.7億港元賣出 較一年前市值股價8.8億元低約一半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超跡指 被債權人接管的山頂暴力經 10號的CE座售價總計9億港元 較早前市全股值15億元下跌4成 但仍然無人聞盡 暴力經一直是香港傳統豪宅地段 報導認為許家印山頂大宅滯銷 顯示香港豪宅銷售業務 受到房地產市場低迷的衝擊 而房產中介正期望港府的樓市撤納措施 能重振房地產市場 恆大集團曾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上之日 於2021年出現 美元債券違約 從而引發了大陸房地產危機 今年初 恆大被班寧稱盤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創始人許家印 要向中信集團旗下 洪信行罪償還53億元人民幣債務 否則要依據對押記令 出售名下物業抵債 5月 政監會對恆大地產債券欺詐發行及信息披露違法案 做出行政處罰決定 對恆大地產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罰款41.75億元 對恆大地產時任董事長 實際控制人許家印處以頂格罰款4,700萬元 並採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7月 香港和倫敦法院 對許家印前妻丁玉梅 發出全球資產凍結禁令 以追回許家印丁玉梅和恆大前高管等人 約60億美元的股息及囚禁 立場新聞前總編輯中培權 自任處任總編輯林兆彤及母公司 被控串謀發表先動刊物罪成 中培權於今年9月被判監禁21個月 獲減刑致得已即時獲釋的林兆彤 不服定罪於22日提出上訴 林兆彤因本案行備還押313日 其後獲保釋 法官上月底判刑時稱 鍾佩權與林兆彤知識 及認同涉案文章具煽動意圖 在社會運動氣氛最高峰時期 以立場新聞作為平台發表文章 煽動讀者憎恨中央或香港政府 並拒絕接納新聞工作者的責任 為減疫人數 法官已監禁23個月 為中培權的量刑起點 考慮案件經歷多月 造成壓力 扣減2個月 判21個月 扣除早前還額的11個月014日 意味她仍然要服刑9個半月 林兆彤的量刑起點則為14個月監禁 因患有抗試中性白血球細胞質抗體血管炎 遂定期到馬尼醫院覆診控制病情 刑期扣減3個月 扣除被捕後 曾租還額10個月09日 林本須再服刑21日 法官稱因其身體情況 判處可即時釋放的刑期 林當場獲食 立場新聞案是主權交接後手中指控傳媒的煽動案 審訊歷時56日 由2021年12月起 數字金橫跨33個月 並三度押後裁決 香港記者協會早前發聲明指 立場案明確反映香港新聞自由衰落 而此案在裁決前 以對香港新聞業界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勳爵則透過人權組織香港監察 發聲明指 鍾佩權和林兆彤指引履行記者的職責 就被判罪成 形容這是香港新聞自由黑暗的一天 並指這場審訊 毫無根據指控 和裁決標誌著 香港媒體自由進一步惡化 世界正義工程23日公布 2024年全球發自指數 香港在全球142個國家及地區中 繼續排第23位 為此近年低位 該指數由8大範疇的平均值取得 包括對政府權力制約、廉潔、政務開放、基本權力、治安、監管執法、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 香港今年的評分 逐近年跌勢 又去年的0.73分下跌至0.72分 北韓範疇評分中 四項跌幅顯著 其中政府權力約束範疇中的 政府權力受立法機關有效制行分行中 由2019年第33名大跌至今年第79名 而在政府權力受非政府機構制行的分行中 則由同期第70名跌至104名 基本權利的細行評分中 排名由去年58名跌至62位 其中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均有顯著跌幅 由2019年的第70及69位 分別跌至第104及115位 至於治安、廉潔 香港仍然排名全球前10 分別排第9、10位 今年的全球法治指數 前5名依次為 丹麥、挪威、芬蘭、瑞典及德國 與去年相同 亞洲俱眾 日本排名最前 排14、新加坡則以0.78排第16 港人移民熱門地點 澳洲、加拿大、英國 則分別排11、12、15 至於中國大陸得分0.47分 排第95位 排名最低的是委內瑞拉 只有0.26分 在島路上面 進度二12、175頁 所謂通過 注意的 viktig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